hello good evening 大家午安 我是云 非常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非常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测的占卜讯息呢 就是关于五月份的整体运势 跟你们的能量 灵性成长方面 跟你们的能量状态 所以就是你们五月份的整体讯息预测 然后呢 今天的话一样是四选一 然后从左到右 所以这边是一 二 三 四 好 然后今天的话我选了四本书 是四本就是比较精装版的书 除了一号这个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 然后我一样前沿的话 我都会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带过 希望也是大家就是耐心听完 因为就是老样子一样 这个是一个大众占卜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没有对应到你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讯息是给别人的 所以你就可以不必参考 然后呢 如果你对我四个选项都没兴趣的话 那我也很建议你去看其他的塔罗诗哦 好 那我现在就老样子 我先给镜头给你们一一看 今天的选项 好 这是第一本 也是我一本比较旧的书 麦田捕手 好 那这是第二本 ok 这是隔离兄弟 好 那这是第三 那就是选项第三 这个是傲慢语偏见的精装版 原文精装限量版 好 那这是第四 No.4 这个是The Kite Runner 吹风中的孩子限量点藏版 好 ok 那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好的朋友的话 一样我会把时间放在留言区 那如果已经选择好的朋友我们就开始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号牌的朋友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号牌的朋友们 先把这个抹一下哦 先把这个抹一下哦 然后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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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先看选择一号牌的 选择的Kite Runner 最后真的 呃 不好意思 麦田不熟的这个 的朋友们 看你们的牌 ok 那我先放在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五月份的整体运势 跟你们的灵性成长能量 外面是如何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牌了齁 好 首先呢 呃 我先看一下选到第一组的你们 你们的主牌是 蜜蜜的 保健皇后 然后还有 这个 星星牌好 那呃 首先呢 选到第一组的你们呢 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可能就是比较多是 呃 完美主义者 尤其是在工作上齁 那我们也要选择 呃 我们就一样用 从两个部分来讲 就是有两个不同情况的朋友 就是 选到这一组的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 是上班族的朋友 呃 就像我刚刚说的齁 因为你们就是 其实是完美主义者 所以在五月份的你们呢 你们可能在工作环境上齁 就是跟 就是跟同事的相处之间呢 同事其实比较不能理解你哦 因为呃 你喜欢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比较 你的要求比较高齁 所以呃 这边的有一个建议 就是它的意思也就是 跟你说就是 不要过度的催毛求疵齁齁 尽力而为就好 teamwork还是很重要的哦 对 那呃 如果是个人工作 是自由业者 或是创作的人呢 那呃 一样就是说 优点的话就是说 呃 你会找到就是 你你会找到一些细节去改进你的呃 作品或是你的产品齁 然后呃 会有新的灵感 也有可能就是会有新的业务 因为这边其实是对应的齁 他意思是start就是 星星的意思是说 你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有新的灵感 呃 就是突然间会有新的灵感 或是呃 会有一个机会 会有新的业务 呃 跟你合作就对了 对就是 或是这三个月内会有可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在不管你是上班族 还是打工的呢 这边有一个讯息 因为星星就代表一切就是 真真日上的的意思 就是呃 引远景来看的话 是很乐观的 就是不要看到 现在就是好像没有什么 呃 没有什么你想要 就是你想的成功 可能跟你现在得到的有一些出入 但是他跟你说一切就是要慢慢来啊 真真日上 因为能量是稍微有点慢的 就是所以你 你再怎么心急 像这头牛 你再怎么心急 呃 其实都没有用齁 就是 其实就是像这个星星一样 就是 五月份的你们呢 呃 可能就是十几点也是快 就是要就是到了时候了 快就是五月份的你们 十几点可能在五月中那时候 就是时间点也快到了 所以他这边也有说 就是如果你是就是创业的人呢 自由业者 或是个人工作室 他要说你们这边有一个 呃 就是有一个 意思就是说你们有可能 就是作品会很畅销 或是有一个签约的可能 就是合同跟签约的部分 那如果你在看我讯息的朋友们呢 你是五月份看到啊 如果呃 发生的话 那我就事先恭喜你哦 那呃 如果你在五月份之前 就先看到我这个讯息的话呢 那他这边还有一个 比较小一点的建议 就是说你在签约的时候呢 我给你们的建议哦 就是不要太实际 不要就是business face 好 就是要表现出 不要忘记表现出你的亲和力哦 这个会对你的那个 在签约和还有在合同上面 会非常的加分哦 对 然后就是一样 我说不管你是工作的 还是就是上班族啊 或是你是自由业者 就是自己是老板的哦 你们在财务上面 也是就是像这个星星一样 我是说能 一样就是能量 虽然慢一点 但是呢 呃 就是会有新的财源 就是进入哦 所以呃 也是好的 就是不是很多 像你想的 可是这些能量 有一个头 它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断 像滚雪球一样 这样滚下去哦 对 好 那这边呢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呢 呃 就是呃 关于你们灵魂上面的话 是说 呃 最近呢 可能有一些烦恼 跟压力的状况哦 就是我这边看起来 可能是跟家庭有关哦 可能是你们家里面的事情 他告诉他告诉你说 你就停下来 深呼吸 对 停下来深呼吸 然后就是不要 他一直也是跟你说 这些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没有事情是你能做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呃 就是自己的人生历练 跟他自己的路要走 还有他自己的成长 他自己得得去走的关 所以不是你可以就是 就是想帮就可以帮的 所以他这边可能也是在 我看起来啦 就是可能是跟家里人的关系哦 所以他这个意思也是说 就是说 呃 你只要就是 停下来想一想 然后深呼吸 然后给他们建议就好了 然后不用想太多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能左右的 对 每个人的路不同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 呃 哦 还有来 我们来看我们的猫咪牌 猫咪牌在讲你们的感情 对 好 呃 感情的部分呢 你们抽到了Pedro Cups 好 我们来一样分两个状况 两个 呃 两部分的朋友来说 首先呢 呃 选到这一组 单身的朋友们呢 他在告诉你们说 呃 你们接下来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会有新的恋情进入哦 就是会有一个新的恋情 就是 或是呢 如果你是已经就是 呃 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的哦 他也有可能说 就是这个恋情 在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那这个阶段哦 有一样哦 就是也有可能是分手 他在这边讲哦 我觉得他说的新的阶段 可能是分手 当然有少部分的朋友 他们的呃 感情维系的很好 不是在讲这一组的朋友哦 那其实呃 呃 我得到的就是能量呢 大部分的他 他在跟你说的是分手的时机到了哦 你会越来越看清楚 为什么你们不适合哦 没有 也许他就是做错了 可是事情就是一刀两面的 就是呃 也许你们就是真的不适合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牌 好 这张牌的话 你看他非常的红 对 然后呃 这边的话 这边呃 就是在讲你们五月份的灵性成长的部分 然后呢 如果你从我的牌卡上面 就是这边直接看下来的话 这其实都是对应你的牌哦 所以呢 呃 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 呃 如果你们有在做就是呃 灵性成长的就是练习的话哦 这边跟你说你的海底轮都卡住了哦 你必须找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跟安全感哦哦 呃 他就是说you are unique 有没有 这是呼应的 就是先了解自己 爱自己 自己有多么 就是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你这个灵魂 然后一样就是在讲说你的存在感跟你的安全感 所以呃 选到这一组的朋友们呢 五月份的时候呢 可以多去呃 做一些海底轮的清理哦 哦 对 然后呢 其实这边它还有一个暗喻啊 就是在呃 你们的呃 灵魂上 就是在灵魂上齁 这刚刚有一个一样就是跟感情的讯息 我我刚刚不是说有一组的朋友 呃 是就是分手的时机到了吗 那有一组的朋友 我说有一些少数的朋友就是你们的呃 呃 你们在一起 然后很稳定的朋友们呢 呃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可能会想到你的前任 对 或是你的前任有可能会再来找你 好 就是它在讲一个是轮回的状况 就是同一件事情或是同一个人哦 那如果它一直在轮回的话 就代表其实呢 这个人生课题其实是还没有走过的 所以它才会一直在这个 就是在发生在你的周周围 那也有可能就像我说的 你是在呃 就是感情上 就是灵魂上面去想起它 那想起它的原因是 因为你发现原来啊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很多 就是原来跟你一样的人很多 呃 然后你在五油粉的时候呢 你会想到它是因为你看开了 你终于可以一笑而过了 对 对 可能你在某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看开了很多 可是 呃 这个就是在说五月份的你们呢 就是某部分的朋友会有这个部分 就是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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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 就是 我说是你们感觉上的齁 就是在讲一个就是灵性成长方面的齁 然后不然就是可以离开它了 就是越来越看清它的话 就是这边真的讲说分手的时机到了 就是在五月份的你们哦 对 对 好 那我们 move on 我们来看下一张牌齁 嗯 它这张的意思就是说 呃 其实不 呃 意思就是说不要害怕齁 月亮它其实都一直在那边 它就是都一直在那边发光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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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瞬 你就可以看到 事情会慢慢的正在转变 它是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月亮 就是那个云 波云见日了 对不对 所以呃 呃 也不能说日啊 是见月亮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 你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那个云已经 就是飘过去 所以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光亮了 所以它这边也是意思是说 time to move 就是呃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呢 然后你一直觉得你在等 你在等 在等别人 或在等一个机会的话 它会告诉你 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哦 它会告诉你说 你不用等 你不用 你不用 呃 在等什么东西 它会告诉你 呃 从好奇开始 你如果想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可以从就是从 从自己开始 从 就你想 疗愈 别人 那你得先 疗愈自己 你想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呢 就先从 自己好奇的事物开始哦 所以在讲行动力的牌 就是 actually doing it ok 好 那我们就一样 你看它就是说 do not be do not be frustrated 它告诉你 不要沉浸在自己的 呃 情绪跟负面的情况太久 可以是时候的话 就可以move your ass 开始动了 对 好 就是在讲五月份的你们哦 好 那我们来看这张牌 好 它的意思是说 它的意思是说呢 呃 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说啊 现在你的水杯太满了 如果你不到掉一些的话 你就没办法装新的水嘛 所以它在讲你 让你挪开一些space 给新的事物进来 对 简单来说就是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新的不来 有舍才有得哦 对 然后它告诉你 speak out 对应的牌 是speak out 它告诉你呢 你跟宇宙下订单 去勇敢的说出来 或是跟你勇敢的身边 你身边的勇敢说出来 你真心想要的是什么 或是你真正的 呃 渴望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呢 它就告诉你说 呃 就是 你也不能太贪心啊 你都抓着 你手都抓着的时候 你都不放的时候 你拿来 另外一只手去抓更多的东西 你得放掉一些才能去抓 对 放了才能抓这样子 对 好 那呃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边 就是所有整体的 给你们五月份的建议 选到第一组 麦田捕手 麦田捕手的 这组的朋友们 好 它在告诉你呢 呃 就是 请你啊 继续相信宇宙 其实正忙目 忙碌的 在帮你实现你的愿望 虽然你的肉眼看不到 但是呢 你想要的东西呢 需要有点耐心 所以它就是一直说 呃 叫你持续相信 持续 其实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可能有在做一些吸引力法则 跟呃 就是 视像化 跟肯定语的练习 这些是好的 它就跟你说 这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其实都在 它在你身边 就像这个星星一样 在蒸蒸日上 只是 它是需要有点耐心的 像我刚刚说的能量 会有一点慢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有个头了 它会像滚雪球一样 以远近来说是非常好的哦 那 呃 如果是在五月份的朋友 五月份的那个 呃 呃 朋友 如果你们是有在找工作的话 他也是在爱运着就是 五月份的你们有可能 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那一样就是在这边 我就先事先恭喜你了 嗯哼 对 然后呃 也是在爱运着就是 你 就是 呃 有新的恋情啊 对 好 那这边就是给 第一组的 朋友们 这是你们的 五月份的 整体运势 还有 心灵成长的讯息哦 对 新的能量已经进来了哦 对 很好 好 那这个就是给第一组的朋友们了 那一样就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请你帮我订阅关注或是点赞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哦 拜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二组 格林兄弟 这个是呃 原版的格林兄弟 所以其实不是那种 呃 就是迪斯尼那种 happy ending的那种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选到你们的 我们选到的牌卡哦 那我们来看选到第二组的你们 你们的 五月份的整体讯息 跟你们的心灵成长能量运势是如何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二组的你们哦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你们的主牌是抽到了女教皇 好 选到第二组的你们呢 呃 你们选到这一组的人呢 呃 你们的 你们在工作上呢 比较有 就是或是在你们的本身自我 在你们的人生 或是 你们 就是比较有一个明确目标 然后 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 就像这个女祭司一样 然后也比较有责任感 然后 在工作上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也是那种不耻下问 然后很快就是举一反三 可以学起来的那种人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你其实 这边有一个 影域就是啊 如果你不是自由业者 你也不是呃 就是个人工作室 或是你也不是创业的人呢 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就是譬如说你是上班族 就很有可能就是你 你的工作都不是就是可以做很长 你就是这边学了把他 这个东西学都会了 在这个公司你觉得你的 技场都学到了之后 你就会又想换工作 然后等你在新的工作 你又学到所有你想学的东西之后 你就又会想换工作 就是你会一直想学东西 一成不变的工作可能 比较没办法满足你哦 对 呃 这边有一个就是呃 比较好玩的就是讯息是说 还有一组的朋友呢 就是一样是上班族的朋友 那一讲你们很care 就是像这个女祭司一样 你们很care的就是平衡 所以也许是说就是你在呃 上班的的呃 工作呢 你的工作其实你的事业 跟你的兴趣没有关系哦 就是其实你也不是这么喜欢这份工作 可是呢因为你的同事呢 可能都就是非常好相处哦 然后跟你就是大家的气氛都很好 然后你去上班的时候就是 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那这个平衡就是可能是说就是 即使你即使你不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因为同事都很好相处 那这个平衡就是你你做的就是你 你就会去选择这种工作 它也是有一种这个意思齁 就是你会把这个平衡拉得很好 对就是刚刚就是举个例子这样子 就选到这一组的人 对 那呃这边的话呢就是以自由业的人 呃人或是个人工作室或是呃 呃创作就是创业的人来说齁 他这边也有一个意思说 呃你可能就是在工作上会有新的点子 上班族也是一样齁 但是呃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 就是建议就是说五月份的你们呢 切记哦不要投机 诚信最重要哦 不要赚那个快钱 是不值得的 你的口碑一旦毁了就是毁了 那个钱那个快钱 不要赚那个快钱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不管你们做做的是呃 business还是还是你跟客户的关系呢 还是你在创作上呢 就是不要就盗取别人的东西 他都告诉你说诚信很重要哦 诚信很重要 他跟你说呢 呃不以恶小 呃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哦 嗯他跟你讲 这是埃及的张太阳神的牌也是在讲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因果循环哦 不要以为就是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啦 简单的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然后呢 他这边也是告诉你 五月份的你们 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哦 就是刚才只是一个建议 没有就是妖言总听的意思 就是其实你们呃 五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身边有埃及的那个太阳神 就是他们最高的这个神呢 就是同龄众 就很像希腊的咒诗 就是埃及这个老鹰 有没有看到 老鹰上面有一个太阳 他这样挖 他意思也是说就是其实呢 呃塔罗牌里面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太阳牌 可是他毕竟出来的是女祭司 不是太阳牌 所以他意思是说 你必须在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生活环境上去达到这个平衡呢 这个平衡呢 或是呃妥协 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像这个太阳一样 就可以呃 就是你希望的事情他就会变好 他就会 就是你期望的成功 他会就是 在五月份某一些部分的人呢 你在跑的计划 或是你在做的案子呢 是你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一些发芽的 对 就是可能呃 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呢 你们跟神很 就是跟 因为这一组呢 呃 你们就是 结 结出来的数字 天使数字呢 又是111 又是111 对 所以就是呃 你们如果有撤我上一个占卜影片 就是平行宇宙的影片的话呢 你们有可能选到 第一组 对 有可能去选到我的那个 上个影片的第一组 因为他这边讲111就是 呃 一个高频的数字 那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兴趣的人 你们可以再去看我上一个影片 哦 讲关于平行宇宙的 那111加起来又是3 然后 我又抽到了拉 就是 呃 埃及最高的神 所以其实 不用多讲 你们选到这一组的人 你们身边的高登大师 或是高龄呢 就是 就是很都在你们身边 就是 一直在呃 有在帮你们就是 呃 加持 或是就是你们的能量是很好的 对 然后这边 呃 在感情上呢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 他就说你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哦 有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会谈到 呃 就是谈到跟小孩子有关的问题 就是 呃 有小孩的人可能就是小孩子有一些问题 那没有小孩的人可能会就是 常任到生小孩这个部分 或是买房子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人就是你们一定有在做就是跟性力法则有关的东西 就是有关的那个练习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吸了 吸了 很多 就是在你们 吸了很多的能量 在你们的 五月份的时候 对 最主要是有太阳的能量 对 然后呢 嗯 我来看一下说 我看一下你们的 灵性成长这三个部分 就是 你们可以这样看的话 他其实是对应的牌哦 对 好 那我们先从第一刀牌开始看 好 那这边的话呢 他在跟你们说 在五月份的你们呢 可以试着去做一些 呃 这边的建议有Creating Art啊 或是 呃 Spaining Time in Nature 然后游泳 然后跳舞 或是 呃 就是 晒晒日光浴啊 或是 呃 看一下哦 还有 呃 你可以喝一些 茶 就是 天然的茶 对 就是这边可以说 他一说你可以喝一些就是 呃 就是 无香料 怎么讲 嗯 就是天然的茶 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是选不要有咖啡因的茶 他就其实可以帮助你 呃 呃 和换你的身心 这边看得出来五月份的时候 他告诉你啊 他告诉你啊 呃 在工作上不要太忙碌了 他告诉你 嗯 五月份是时候 专注在自己的 呃 心灵成长方面 然后他一直在告诉你说 不急 不急 然后把你的担忧都给宇宙 然后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灵性成长上面 然后让自己 relax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他在给你说 呃 希望你可以放松 所以他就说 take a bath 也是可以 就是 呃 让你去泡澡 对对 泡澡排毒啊 然后喝一些 呃 就是 无咖啡因的那种 天然的茶 对 然后晒晒太阳 接近大自然 然后流汗 或是 呃 动手啊都可以 画画什么都可以 对 他告诉你 呃 我看到你们选到这一组的 你看这两张颜色 最后的牌是 很漂亮的紫色 我给你们看 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有没有发现这 这边都是紫红色 所以呢 其实我在想选到这一组的 可能就是 跟佛 还有 跟佛陀 好佛陀 还有观世音 还有圣哲曼大师 紫色自由火焰 都还蛮有缘的 对 所以代表呢 选到这组的你们 其实有 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所以就代表 风向星座的可能都在这儿 然后还有射手座的 也在这儿 学到这组的朋友 对 然后呢 呃 给单身的朋友呢 不用担心 最近呢 或是 呃 现在 不好意思分两个 如果呢 如果呢 你最近有交往的对象的话 还告诉你这个对象 其实 相知相惜的话 这个对象跟你来说 其实是不错的哦 那如果是给单身的朋友们呢 那跟你说 呃 五月份的你们呢 或是未来的三个月里面 你们会以 就是 会 就是可以遇到新的对象 但是这个牌卡呢 还是以现在的对象为主 齁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 看得出来 就是 呃 五月份的你们呢 如果你们是男生 在看我这个视频的话 齁 我看得出来 你们有一些 就是 人会求婚哦 对 呵呵 然后宇宙跟你说 do it 呵呵 他跟你说do it 就是现在的这个对象 是对的人哦 他在说你们的关系是 相知相惜 要记得齁 相知相惜就是对的人 不相知相惜就不是对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对 然后 如果你是女生的朋友们呢 我也有看到这边有一些 呃 就是 可能你的男朋友啊 或是你的另一半啊 会要求 呃 也是跟你求婚 或是同居的状况哦 对 有可能会同居 好 那 呃 还有一组的朋友们 是在说 你在事业上呢 或是 会有新的点子 或是有新的计划 那 呃 就是不要怀疑你自己 不要怀疑可不可以 可不可行 就是 do it 也是在告诉你do it 因为你 你切入的视角很特别 所以 宇宙在给你一个push 就是说 你五月份在想的这个计划 这个点子呢 是可行的 然后叫你持 持续用肯定语 就是 我会 而不是我希望 好 持续用肯定语去肯定自己 然后呢 同时也去 事项化 就像我 四月份教你们 事项化的那个 四月份 呃 塔罗 塔罗预测讯息 教你们 事项化的那个 呃练习一样 去想像你想要的 一步一步的去想像你想要的 所以 呃 他这边的意思也就是说 呃 五月份的你们呢 其实就可以像这个太阳一样 齁 那我刚刚也已经讲过了 就是 你们一一一天的初 是加起来又是三 你们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对 就是 我真的哦 不太担心这一组 唯一会给你们的建议啊 一样就是刚刚 一直在强调的 因果学乱 然后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二小而为之 然后呃 诚信很重要 在工作上的话 对 那爱情上的话呢 也是一样跟你们说 相知相喜 对 其实这一组的你们 该知道的 就是你们自己 觉得怎么样 最对 最适合自己的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对 好 那如果你感觉心烦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你缠了 就是静下来的时候 他叫你打坐 好 他叫你可以打坐 可以就是静 他告诉你静的重要 就是缠 可以缠修 就是坐下来的那个重要 你不一定要做瑜伽 五月份的你们可以就是打坐 对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边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了 那一样就是希望今天的家族对你们有帮助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还请你们帮我订阅 点赞 或是帮我分享出去 谢谢你们 我们下星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三组 这组 傲慢与偏见的朋友们 这本我都没有打开 因为舍不得 我自己其实有 就是 就是中文版跟英文版的 但是就是 看别本 然后收藏这本 就是有一些可能喜欢书的人 会觉得就知道我们在干嘛 就是收藏用的 对 好来我们来不好意思哦 就是题外话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三组的朋友 那你们五月份的整体运势 还有你们能量讯息是如何呢 我 我在选 抽这一组的时候呢 你们的感情状态 你们的 呃 就在讲感情部分的 跳出来蛮多排的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从这里 这里 这里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咯 好 首先呢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桌面上的牌 仔细看一下它的颜色 就是稍微看一下它的颜色 它是 蓝色跟绿色的比较多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蓝色跟绿色的比较多 好 来选到这一组的呢 首先 我先讲几个 就是前提 你们的 热饭的你们 或是你们 就是现在在看我影片的 你们的喉咙跟心轮 卡住了 而且是卡的 就是像在 卡在喉咙 要哭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也许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可是就代表你们有一些 有些 画或是有一些事情卡在心里跟喉咙这边 都是蓝色跟绿色的能量 然后呢 选到这一组的人呢 也是 你们是零的一组 来 零的一组 哈啰 我们又见面了 来 你们的 怎么说呢 你们就是选到这组的 来 当占卜师的人也很多 就本身自己也在给自己占卜的人也很多 然后 疗愈师也很多 灵性成长的也很 就是 很多 就是像我说的 零的一组 对 还有可能就是其他就是 你可能在二号 就是我刚刚讲解的 那个二号跟三号之间 有可能会做抉择 因为二号也是 零很强的一组 那不同的 来 我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你们 五月份的时候 你们的工作运会如何呢 好 首先呢 抽到这一组的你们呢 你们的主牌 给你们看一下 是逆位的全帐次 好 那我来解释了 其实呢 选到这组的你们 不管你们是上班族的呢 还是你们是个人工作者 呃 个人工作 是自由业者 或是 呃 创业的人呢 你们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都 其实还蛮忙的 好 像勤劳的蜜蜂 然后就是 就是真的像勤劳的蜜蜂 就是一直 这样 嗯 这样就是很忙很忙 都忙 忙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 好 然后他有 就是这意思是说 有可能你这个工作呢 呃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 可能还做不到一年 也有可能 就是 然后 给打工的朋友 就是 呃 你心里可能不太满意 就是现在这个工作 或是这个 呃 这个现况 然后你可能就是 就是有点齐鱼找马 正在找新的呃 工作 或是新的一个机会 想要换工作 对 他在讲五月份的你们呢 就是有这个状况 哦 那如果是给个人工作室 或是自由业者 或是创业的人呢 他也是在说 呃 你们可能就是完成了一个 就是在一到四月 或是过去这四月份的时候呢 五月份以前呢 你们可能就是完成了一个 呃 就是其他的项目跟工作 然后现在也是在找新的项目 或是新的目标就对了 对 给你们看一下 那关于钱的话呢 这边看得出来 就是有进有出哦 对 就是有有有有有钱进财 可是也有财从库 你的财库库里面出去 所以就是有进有出 对 好 那 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呢 我来看一下 其实呢 你们是蛮乐观 然后蛮开朗的一组 然后再选到我这组的朋友呢 如果你们是女生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 呃 有一些是 你们已经怀孕了 好 有一些朋友是你们已经怀孕 或是你的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你的老婆呢 就是是怀孕的状况 就是状态哦 对 然后啊 像我刚刚说的你们 你们选到第四组的你们哦 第三组的不好意思哦 第三组的你们哦 第三组的你们哦 因为他告诉你五月份呢 他会建议你这边我只 选到这组的朋友 我会说沟通 嗯 沟通很重要哦 不管是在 你的 呃 工作上 或是你的感情上 或是你的生活上哦 那这边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呢 他大部分的建议 的那个能量 趋向都在感情方面哦 就是在 爱情方面 对 然后跟你说哦 写信仪也是一种方式 如果你懒得说 就是写信仪也是一种方式哦 就是这个是一个建议 然后还有就是 呃 选到这组的在感情上呢 还有一种 还有一组的朋友就是 你们可能就是远距离 就是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哦 根本就是没有住在一个 同一个屋檐下 所以你们是靠讯息来 联络感情的哦 对 那他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给单身的朋友们呢 你们也有可能会交到 一个新的恋情 在五月份的时候哦 或是五月 五月 来算就是你在看我这个占卜影片 的未来三到六个月 都是有可能的哦 他在说呃 就是这个人呢 有可能是通过讯息 或是简讯的方式 或是呃 就是书写的方式来跟你 呃 开始的 就是这个关系是怎样开始的 你们可以就是去看一下 那是给在一起朋友 就是有感情啊 有男女朋友的 有结婚的人呢 他在跟你们说 他就是一直说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们的问题 你们真的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你自己有很多事情 可能憋在心里哦 他叫你就是说出来 因为如果 你不说出来的话 他根本不知道 你的另一半是比较 后知后觉的人哦 可能 踢了一下 三秒钟才哀 呵呵 三秒后才哀 你知道吗 就三十秒后才哀 就是 他是后知后觉的人 所以你憋在心里 其实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跟他讲 他也说不定 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生这个气 所以呃 你跟他讲 你沟通之后 这件事情就可以翻篇了 就翻页了 对 那你也不会有一些事情 卡在你的心里 就是不开心哦 对 然后呢 我来看一下后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灵性的牌 好 你们的灵性成长部分 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哦 你们可能跟佛 就是佛陀 或是观世音 或是 盛哲曼大师 都还蛮有缘的哦 就是紫色自由火焰 对 然后他这边呢 一样啊 就是刚刚我在跟你说的 感情上面的建议哦 他跟你说 神仙眷侣也是会有困难的时候哦 这是正常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们如何过日子 好 如何过日子 而不是让日子过 对 他告诉你 笑笑闹闹的过 就这样 每天都开开心心 开心一天 不开心也一天 这也是在讲就是 呃 叫你不要就是 不要怀疑你的另一半哦 他告诉你 你现在的 呃 另外一半是对的人哦 只是生活就是 有起伏而已 那他也有可能 在暗喻你的家人呢 就是亲情 或是你的生活上 公事上 都也有可能 他也是 也有可能是在跟你说 呃 你可能太多疑了 就是在你的工作上 或是你的 呃 呃 家人上面 就是想太多 他跟你说 不要自找事做 哦 就是 有些事情就是 翻一篇文 就让他翻一篇 不用纠结 对对对对 那些负面的能量 他在跟你说 呃 孤独 是一个人 真正成长的开始 所以 有的时候 孤独是好的 哦 要找到自己的 那个 把你的心轮打开 对 尤其是绿色 你看这边好多绿色 就是心轮哦 心轮 就是 你去冥想 就是绿色的能量 然后去想像 你的心中 有一个绿色的能量 顺时钟的旋转哦 去把你的心轮 就是进化一下 他跟你说呢 真实当下 像我刚刚说的 开心一天 不开心一天 他这个heaven呢 就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在你自己人生的heaven 呃 他告诉你 呃 你的不管是你的职业啊 或是你的 呃 呃 你的 呃 就是你的 老公 或是你的 你的relationship 就是另一半 他在告诉你呢 这个 呃 接下来 或是你接下来遇到的人呢 他说这个其实就是 是对的 是对的人 或是对的 呃 就是在这个时候 现阶段的你呢 在五月份 这些在你身边的呢 都是对的 就此时此刻的你 呃 他们来到你的身边 这些人数都是对的 对 他照你就是好好的去享受当下 齁 工作啊 爱情啊 生活啊 都是 对 然后给呃 在找工作失业的朋友们呢 我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五月份呢 有一个offering 这张牌也是offering的意思哦 他在告诉你呢 五月份的你们呢 有一个offering的能量 所以呢 可能是说 呃 在找工作的呢 你们可能会有找到新的工作齁 或是呢 如果你是自由业者 呃 或是呃 呃 创作项目的人呢 或是创业的人呢 或是个人工作室 他会跟你说 他呃 你们就是也有 有可能哦 这边看得出来 有签约的可能哦 就是合同上面的 那如果呢 五月份的你们看到我这个影片的话 那我就事先恭喜你们哦 如果你们就是签约成功 然后找到一个呃 不错的工作的话 对 然后呢 呃 我这边看得到的事情是哦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 你们不只 你们不只 会得到一个offer 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offer 就是很多的机会哦 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 呃 那他这边很重要很重要的哦 整体讯息一个建议呢 就是三思而后行哦 虽然这样讲很简单 但是三思的意思就是 一思 两思 三思 三思 三思后再行动 呃 一旦你三思后你在行动 你确定那是你要的 那你的守护灵跟你的指导灵呢 还有你的宇宙 呃 宇宙都会在你的背后 你的守护天使 他都会在你的背后就是 呃 就是支持你 然后确保你需要的东西 齁 对 这边 呃 如果你们有在做我上一个占卜的话 就是平行宇宙的你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说 可能有很多人会抽到 呃 我那边的 就是我平行宇宙你的 第二组排卡哦 就是在讲 先动脑 再 再 跑的那个概念 你得先去动脑 齁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 就是他一直说 三思啊 像我说的三思而后行 先想想看 那个是不是 呃 真的是 对的 不要很多目标这样冲冲冲冲冲 你可以把它集结成一个大的目标之后 就是直 就是这样走 然后就是不会浪费太多你的能量 对 好 呃 选到这组的人很多都是灵性治疗师 我看得出来 所以我就内行人讲内行 就是 你们是内行人嘛 那我就直接讲就是 简单的就是 对 就是你们的喉咙跟行人 这边的部分 可能就是 呃 可以去多注意一下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给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了 呃 这次是给你们 呃 五月份的整体讯息 和你们的心灵成长的部分 哦 OK 那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请你们帮我订阅 点赞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帮助到你们 我们下星期再见哦 拜拜 就呃 如果是给单身的朋友们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没讲到这张太阳牌 呃 简单来说呢 呃 就是 就是 在感情上啦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 其实呢 就是你会找到对的人哦 就是 还有就是现在的你们呢 就是你现在的另外一半呢 其实也是对的人 虽然说现在看得出来呢 你们现在比较没有火花 就是那种柏拉图式的恋情哦 就是 呃 精神的 呃 你们两个的精神的连结 是比较 比较精神高我的连结 是比较深 那 精神高我的连结 你们比较深的时候 有的时候信誉会低一点 这是对 这是正常的哦 这是人的身体反应 这是正常的 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这是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们一旦灵性成长越高的时候 信誉会有时候会稍微低一点 这是正常的 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其实你们的关系哦 就像这个太阳一样哦 对 OK 啊给单身的朋友们也是 意思是说你会找到一个 像太阳一样这样温暖的 一样我说就是 你刚刚抽到的那个heaven牌嘛 就是你现在的对象 还有你就是接下来五月份 遇到的对象呢 是对的 对 好 OK 那我这边的话就像这样子 好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手机它没电了 所以我又切了一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四组的朋友们 首先呢 你们的主牌是保健器 好 我来看一下哦 好 首先呢 不管你是个人工作室 还是你是创业的人呢 还是你是自由业者 好 这边有几个意思 好 我先分几组的朋友来说 其中一组的朋友是说呢 小心 小心同行的抄袭 好 小心同行的抄袭 嗯 或是同事之间的抄袭 好 它这边在讲的尤其是自作 就是智慧 还有制作财存权上面的东西 哦 还有作品或是商品哦 嗯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这个牌就是在讲你哦 就是有可能就是 你已经不知不觉 已经在做别人做过的东西 你都还不知道 然后等你 就是五月份的你们哦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呢 别人已经来算账了 而我说的算账呢 是真的是账目的那种账哦 就是在 在就是 有金钱上的那一种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 嗯 就是五月份以前啊 然后看到我这一组的讯息的话呢 我会给 嗯 就是这些朋友们就是 嗯 看得出来呢 嗯 嗯 你们这一组的人 可能就是 自己很逼自己 压力很大哦 就是可能很想就是 嗯 就是很想 有一个动力 一直往前 往前 但是呢 嗯 他这意思也是告诉你说哦 其实 其实真的有很多艺术家 是从模仿开始 像毕卡索跟约翰兰隆 都讲过这句话哦 可是呢 他这边就是一代的强调哦 就是模仿 跟道用 哦 剽窃 模仿跟剽窃 道用 是有界限的哦 这这个界限要拿捏好哦 你必须去学习 之后消化再可以再才才可以成为是你的东西 不可以直接Ctrl C加Ctrl V就对了 对 所以这边有一个就是 呃 有一个建议 就是这个风 这个思想上跟工作上的 它这是风跟土的牌 所以他告诉你在idea上面 你在怎么样硬逼自己都是没有用的哦 他就告诉你说 呃 你过去的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哦 还有你过去学到的经验 只有你你学 你知道的 还有你现在手边的资源呢 然后do it your way do it in your way 对 其实你是可以的 你绝对可以 他告诉你 呃 这样子就是 呃 就是 呃 这样子就是会比你去看别人的 然后 呃 就是越来越就是做的就是 呃 就是跟 就是跟剽窃或是跟别人的东西是一样 就是模仿效应是一样的 那他 他跟你说 与其这样倒不如就是 他建议就是跟你说 用你学到的知识跟经验去创造自己的哦 然后也告诉你呢 不用太苛刻于自己哦 哦 relax 五月份的你们呢 已经是就是来这边 他告诉你们说 呃 五月份的你们呢 是一个呃 船到桥头自然直的 就是一个 呃 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一个状态了 哦 你不用再滑桨了 一切都会顺利的 就是他会顺水推舟 就是这样 宇宙已经就是帮你安排好了一切 对 宇宙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一切 对 所以他意思是说 你只要就是 停下来 深呼吸 与其就是 一直逼自己 倒不如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灵 一旦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 你的灵感就会来 对 然后叫你relax 叫你放松 然后传到桥头自然直 这样子 对 好 无论你是上班族啊 还是就是自由业者 或是你是呃 创业的人 或是自己工作室 都是一样哦 就是同样的建议哦 对 那还有一组的朋友呢 呃 就是一样哦 是还在讲工作 就是 还有可能就是你 呃 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哦 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他也有一个意思是说 你可能就是有 非常就是富贵险中求的那种状况 可能你很惊险又很 就是很惊险且高明的去谋略了某些成功哦 有点小聪明去谋略的那种成功 对 但是这个是给小部分的朋友们哦 对 就是用小聪明去赚了一些毛利 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不只是赚到毛利 我看到就是有一些人是 不是因为小聪明是因为他的特别 是赚到了一些已经在跑的案子 或是已经在跑的企划 然后因为你的特别 然后他会去开发结果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小小的 呃 一个能量或是灶头 一个小的讯息去暗示你 就是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 就是呃 呃 在感情上面呢 来给给呃 呃 单身的朋友们呢 他在告诉你你会有一个新的念情开始哦 对 就是在五月份或是到呃 五到八月或是九月这段期间 你可能会就是有一个 也是在暗喻着一个新的念情哦 对 那呃 给某一些朋友们呢 就是呢 呃 来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的话 你们的感情状态是如何 就是给某一组的朋友们呢 他在告诉你哦 你现在的 这个男子 就是跟在 就是你现在的这位 呃 就是 可能我看得出来 你交往的这个 呃 能量呢 不到一年 就是是三年内的能量哦 你你如果交往的这个对象呢 不是三年 就是一到一 就是三年 就是短于三年的话哦 或是你自己 就已经感觉得到 你已经看得出来了 他在告诉你哦 他不是你的缘分哦 你们的呃 呃 关系竟然已经走到谷底了 那何必再留 就是何必再留 就是何必再留恋 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吧 嗯 给呃 其中一组的朋友们 对 你们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 或是最近啊 四月份的时候 已经看清了很多人事物哦 有可能就是 是不是对错 就是不适合哦 你可能已经看清了 也有可能他负了你哦 就是 这边的能量 就是这样子哦 那他 他在告诉你呢 呃 其实 我在抽牌的时候 我是想选一张牌 来看你们五月份的感情能量状态 但是呢 他跳出来了 所以他特别跳出来 特地跳出来 要我去告诉你们说 新的能量已经在后面了哦 就是 就是 其实他 就是你 接下来会遇到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能量 然后很不错的人 是对的人 对的桃花 你们可以相知相惜的 呃 走过去 就是呃 走走就是 你可以遇到新的恋情 但是呢 你旧的不去 新的就不来 因为他根本没有空间进来啊 所以你必须先就是 呃 断舍离的时候哦 他还告诉你给自己一个崭新的机会 他已经在后面 就是他跑出来在后面等了 所以我觉得呃 呃 给少部分的朋友哦 你们可以做出抉择咯 就是他在说这不是你们的正缘 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 就是他跳出来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朋友或是呃 有一些呃 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吗 你们是已经结了婚蛮久的 或是就看得出来就是 你们已经就是呃 在一起很久 虽然没结婚 那个感情是比较稳定的 那他这边的告诉你也就是说 就是lover 就是意思是说 你们两个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就是还蛮 呃 romantic的 的 的一个状况 就是也不是状况 就是一个约会 对 你们会有一个呃 一个就是 还蛮浪漫的约会哦 对 然后呢 这边也告诉你可以多亲近大自然哦 你们两个在呃 呃 属性上其实都很像 嗯 都是喜欢大自然的 对 就大自然可以帮助到你们啊 对 然后给单真的朋友们呢 呃 你们可以多注意 或是你们就是呃 呃 看看有没有红色的物件 就是 你们 这个真的很神奇 但是你们就试试看 看他有没有什么红色的手表啊 包包啊 或是皮夹啊 或是呃 或是任何红色的都可以哦 哦 你们可以就是在认识一个人 一刚开始要找去注意看看 他有一些特征 有其中一个就是红 那呃 呃 在一起就是很久的情侣 像我刚刚讲那一组的朋友 他也是告诉你们呢 红色在五月份是你们的幸运色 齁 是你们的人缘色 就是是一个讨喜的桃花色 不管 不论是哦 不管是在 你们在感情上呢 会比较就是 呃 romantic 可以你浓我浓呢 或是就是在呃 譬如说就是帮你出去呃 呃 呃 合约或是呃 在工作上呢 都会帮你就是加分哦 都是呃 就是可以帮你就是 可以就是 事情会比较顺这样子 就是红色 五月份的你们可以就是 穿戴红色是你们的幸运色哦 那也可以注意穿红色 或是身上有红色的呃 桃花 对对对 好 好 那我来看一下你们的灵魂成长方面哦 好 那我们来看回来这个 好 看一下 首先是这张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张牌 Haven 他就是呃 告诉你 其实 嗯 看一下 就是这样彩出 好 他其实在告诉你呢 嗯 这边其实是呼应的哦 这些都是呼应的牌 然后呢 这边就像我刚刚说的嘛 船到潮头 他这张牌的意思就是 船到潮头自然指嘛 不用再滑翔了 你看他这边 他的对应牌就是 Slow down to relax 就是 就是在告诉你们哦 就是在 在思想 思维方面 方面 风的元素 还有土的元素 在你的 嗯 经济观还有感 就是你的经济观 生活环境 或是你的职场环境上面哦 都 不要就是 太 忙 他叫你 relax 你的tempo太快了 可以慢下来了哦 Slow down 他说你现在可以慢下来 然后呃 你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你的灵性成长方面呢 有可能去帮你回顾你过去的种种 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的 他在告诉你说 呃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他这两张牌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 Turn over a new page 他告诉你 请你用心聆听哦 用心聆听去找到尊重你且理解你的人 或是朋友或是同事 就是他一样像我说的是工作环境 或是家人也是哦 就是如果呃 他在就是呃 有的时候呢 家人如果不能理解你的话 你也不用太强求去要求他们去理解你 你就是呃 你没办法变就是 就是改变别人就可以改变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他意思也是说 呃 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齁 就是闭起你的眼睛 然后去离开那些使你灰心 或是评判你的人 然后并请你去找到那些 呃 就是真的尊重你 且理解你的朋友 还有理解你的同事 哦 哦 sorry 对 所以这是在讲一个生活环境上面 就是呃 人 人和上面的部分 对 那这张牌的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齁 就是unique love 你们会找到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你们呃 呃 然后他这边就在告诉你们呢 呃 我来看 他教说你不要逃避过去齁 真的不要逃避过去 他跟你说如果你逃避过去的问题 他其实你的人生就没办法翻开一个章节 当你很勇敢的去面对呃 这个问题 只有解决了你的人生才可以turn on a new page 对 他的意思是说请你解决这个问题哦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呃 选到第四组的你们五月份的整体 讯息还有建议是什么 看一下哦 好 你呢 你现在或是你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所考虑出 所考虑想要做出的改变呢 其实是对的 他会为你的财务状况 带来正上的作用 请就是你们选到这一组的 可能就是也有在就是 做就是肯定与跟世上化的练习 就是做吸引力法则 宇宙法则的练习 这个非常好哦 他告诉你们说 呃 你们做的这些练习呢 呃 呃 就是呃 让你知道成功跟丰盛是可预测的 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得到是可预测的 所以他告诉你呢 这整体的能量你们是很好的 就是在告诉你们说 你们如果在看到我的占卜 或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有想做出什么改变呢 这些这个改变是好的 而且是在 保证你永续的成功 哦 永续的丰盛 而且这个是你之后就看得到的 可以预测的 就是持续的相信 还有一样就是事项化跟肯定于自己哦 就是一样就是想我会 不是我希望哦 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给选到第四组的朋友们咯 这就是给你们五月份的整体讯息 还有你们的运势 能量运势